肺部节节一般是因为肺部感染的时候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的 肺部小节节的治疗主要是以消炎为主 但是患者也要注意平常的饮食 但是很多患者不知道自己该吃什么好 下面大家一起看一下 换了肺部节节吃什么食物好吧 一、梨 众所周知 梨具有清肺止咳的功效 平时咳嗽的时候要多吃一些梨 因为吃了可以润肺 同理 肺部小节节是因为肺部感染而导致的 多吃一些梨对肺部有好处 所以说换了肺部小节节的患者还是要多吃一些梨 二、百合 换了肺部小节节也要多吃一些百合 大家可以买一些晒干的百合花瓣来熬粥喝 这样既可以补充营养 又有利于肺部小节节的痊愈 而且百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挑食的朋友可以吃 四、枸杞 枸杞含有一些对肺部有利的营养物质 换了肺部小节节的患者 可以吃枸杞或者也可以用枸杞泡水喝 而且经常吃枸杞对于人体也有好处 肺部节节的患者除了要经常吃这些种食物外 还要经常锻炼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自己太过疲劳 同时要敬烟敬酒 平时的饮食也要以清淡的食物为主 肺部节节治疗的最主要环节就是抗感染 一定熬尽快地去医院做个检查 明确病因 然后再针对性地进行治疗治疗 根据症状 选择适合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肺部节节的患者要注意劳逸结合 不能太疲劳了 还要注意定期做检查 积极地配合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